回家呢就是节日里最温暖的期盼了 那昨天呢是新年的第一天 咱们再来说一说青春启航 来聆听几位宝藏青年的青春故事 李大钊呢在时钟曾写到 一生最好的是少年 一年最好是春天 人生当中呢有多少最美好的愿望 最全情的复苏 都是在这一年段年华年华当中 青春的珍贵啊就在于一旦失去了 就永远不会再重来 抓住这段宝贵的时光 努力付出不言败不放弃 才是对他最好的重视 2021年因为一句北京明白 90号小伙高见火了 咱们来听听他的青春感言 大家好 我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载人飞船任务 北京总调度高见 2021年因为一句北京明白 让大家认识了我 但这句简简单单的北京明白背后 是发射场 测控通信 着陆场 航天员 火箭 飞船 空间站 有效载荷 等各大系统的共同努力 以及各个岗位 数万名科技人员 像齿轮咬合一样的协同配合 北京明白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团队 也就是我所在的 北京中心调度组 由组长神八哥杨烟波 带着九个90后组成 我们北京明白团队的职责 是确保航天员呼唤祖国时 永远有人回应 我觉得其实也正是通过高见 也才让我们很多的观众开始注意到 载人航天工程北京调度组 才惊讶地了解到里面的组员 竟然大多数都是90后的年轻人 真的是一直充满激情 充满干劲的团队 这一声坚定的北京明白 不仅让太空的航天员们格外安心 也让每一位聆听者是格外安心 是啊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 总会面临各种的挫折 李雪芹就说了 她也遇到过情绪崩溃的时刻 成年人可以崩溃 但不要在重复的地方浪费时间 因为生活的镜头不等人 但成长谈何容易呢 这就像是一场没有地图的长途旅行 你能看得见脚下的起点 也知道你要到达的终点是哪里 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线在哪 没有人知道 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地摸索 虽然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去做我情绪的导演 但我至少可以试一试 做情绪的场地 我可以哭 可以闹 可以有成年人崩溃的时刻 但是擦干眼泪之后 我得记住这一次的教训 我也应该知道 下一步 下一场戏 我要做一些什么 不要在重复的地方浪费时间 因为生活的镜头 并不会等人 听完之后呢 特别喜欢李雪芹说的呀 希望你长成大人 而不是长大成人 就如同一直保持纯真的 来自高运的丁真 一个从小就生活在草原的孩子 在最开始发言的时候呢 他有点紧张 但是呢一收到和草原有关的话题 他一下子变得灵动起来 是的 我们都没想到啊 爱奇马的丁真 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本事 在山里我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声 这是学报 这是舍利 这是狐狸 这是图伯鼠 这是张泽 这是炎阳 现在很多动物都 并临灭绝了 有可能 以后再也听不到 这些声音了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保护他们 谢谢 真的要为丁真点一个赞啊 其实呢不光是野生动物的声音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 你甚至能聆听到各种自然界的声响 但是呢就像丁真说的啊 现在很多动物濒临灭绝 以后可能再也听不到这些声音了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一起保护环境 保护野生动物 让以后的我们 还有我们的后一代 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青春 也永远有人正直青春 愿回望青春的时候 我们可以骄傲的说 我不复岁月 岁月亦不复我 2022 我们的青春正当时